这两个国家26年前分家,现在却反悔了,想要重新合体从古代开始,一个国家想要前进,就必定伴随着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,来改变军王的统治以及权力,只不过现在与古代不同的是,现代领导人的改变,往往不是武力,而是通过使用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方式,来改变领导人,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国家不是这样,当国家内部多个党派是军力敌的时候,国家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策略,比如曾经的德国和苏联, 令人费解释,就算德国和苏联闹得再猛,最后选择的还是两国统一,今天小编带大家来了解一下,这一小部分国家其中的一个,这个国家,名叫杰克斯洛伐克,在很多年前,这个国家就已经分为了两个国家,这两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分裂的局面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,这两个国家的分裂并没有出现面红耳赤的画面,甚至,这两个国家之间还会经常合作共同发展,这可能就是这两个国家,现在相比较而言, 比较强大的原因吧,当所有人都习惯了这种情况的时候,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却,已经在商量,在计划,在打算两个国家合并唯一的事情了,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奇怪,其实,他们选择原因有三点,第一个原因是民族特点相同, 这两个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国家,只不过最后分裂开来,这两个国家信仰相同,就在合并之后,也不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,也不会有各种的隐患,第二个原因是矛盾,没有了当时这两个国家选择分裂的原因是,这两个民族的地位不平等,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个不平等,已经没有了,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发展成了,已开发国家, 而且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都相同,所以根本不用着担心这两个国家合并之后,有任何的矛盾出现,第三个原因是团结力量大,这两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流逝,都发展成为了,已开发国家,两个国家的发展,都已经到达了顶点,想要在各方面的发展,以及增长,扩大,可以说是非常的难,而这两个国家,又想继续发展,所以,这两个国家的领导,人想到的办法就是两个国家重新合并成为一个国家,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,我们只有爱国家,像爱自己的家庭一样,国家才会有所发展,若每个人都没有爱国精神,中国,又何来这么强大的综合国力,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,但又有多少人像老一辈,和人一样有爱国的情怀呢,我们应该百思。